北京时间2月10日 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迎来第四冲金点 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项目中 中国代表团有很强的实力 这项目共有8支队伍参赛 中国队派出徐梦桃、贾宗阳、齐广扑的阵容 决赛一共进行两轮 首轮前4名进入第二轮 第二轮进行金牌争夺战 在第一轮中 中国三人组表现都非常出色稳定 完美完成动作 排名第一 在第二轮金牌争夺战中 徐梦桃第一跳就取得18分的领先优势 但贾宗阳第二跳出现重大失误 落地摔倒翻转 被美国队反超并拉开21分 最后一跳起广扑并没有完成大逆转 最终中国队在决赛轮输给美国队 遗憾摘赢 第一轮第一跳开始 平昌冬奥会女子项目金牌得主 白俄罗斯的胡神科娃难度3.150 最终拿到84.74分 加拿大选手泰诺拿到93.06分 俄奥运动员尼基金纳只有79.66分 此后瑞士选手出现失误 美国的名将考得威尔难度系数4.293分 拿到104.31分的超高分 轮到徐梦桃出战 难度系数同为4.293 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 发力起跳后 转体流畅 高度足够 落地略微有些后仰 但站住了 此外有些屈膝 徐梦桃最终拿到94.01分 第一跳结束后 中国队战列第二 第二跳开始 白俄罗斯选手89.82分 加拿大的方单跳出113.97分 很兴奋 中国队的直接竞争对手 美国队丽丽丝难度系数4.525 落地后手不触血 出现小失误 只拿到101.81分 轮到中国队的贾宗阳上场 难度系数4.425 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 落地没问题 空中姿态很好 而且高度足够 贾宗阳拿到124.78分的超高分 一举帮助中国队升至总分第一 两跳过后 中国队总分218.79分 排名第一 第二名加拿大队只有207.03分 美国队206.12分 第三跳开始 白俄罗斯和瑞士的选手 整体难度一般 完成度较高 并没有对中国队产生实质性威胁 加拿大选手欧文 跳出119.91分的高分 美国选手谢尼费尔德难度 系数4.525 这一跳高度很高 转体迅速 落地稳定 拿到124.43分 轮到中国队齐广蒲出战 难度系数4.525 向后翻腾三周转体四周 加速起跳翻腾流畅 落地对于姿态的控制到位 齐广蒲拿到118.10分 第一轮三跳过后 中国队总分是336.89分 排名第一 晋级第二轮金牌争夺战 美国队排名第二 拿到330.55分 加拿大队排名第三 拿到326.94分 第二轮开始 第一跳 瑞士女选手贝尔出现失误 只有57.01分 加拿大选手泰诺落地摔倒 拿到62.74分 轮到美国的考德威尔 落地同样失误 直接背不着地 但也拿到88.86分 这是怎么了 集体送福利 徐梦桃出战 难度系数4.293 空中姿态比美国的考德威尔更舒展 而且落地没有失误 徐梦桃非常兴奋 冲着观众兴奋呐喊 最终裁判给到106.03分 全场沸腾 这已经和美国队拉开快18分的差距了 第二跳开始 瑞士选手维尔纳拿到109分 表现还不错 加拿大方舟拿到116.48分的高分 美国选手莉莉斯选择高难度5.00的动作 空中舒展 落地稳定 就只有一点点小交叉 最终莉莉斯拿到135分的超级高分 甲宗阳出战 选择难度为4.425的动作 空中姿态很不错 但是落地出现重大失误 落地弹了一下 而且是直接前空翻出去了 好在人没事 只拿到96.02分 甲宗阳已经哭了 第二轮结束 中国队落后 美国队21.81分 第三跳开始 瑞士罗特拿到110分 总分定格在276.01分 加拿大选手欧文 落地出现失误 但是也拿到111.76分 至少保住一枚铜牌 美国的舍尼费尔德难度 系数4.525 没有出现大失误 最终拿到114.48分 总分定格在338.34分 齐广扑最后一跳 难度系数4.525 完成也很好 但是需要拿到136.3分 才能拿金 最终齐广扑拿到122.17分 中国队总成绩324.22分 排名第二 遗憾摘赢 不过中国队这三名选手 表现都很棒 他们值得掌声和尊重 继续加油 Zi not wi我 操 일 不过中国队总成绩4.38分 不过中国队总成绩8.38分 铃铛